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句话其实我常常讲 但是我仍然在这个 差不多我在星期天下电之后 我就关心一下 我们北美洲各个道场 大家共修的情况如何 如果这个不管是时间怎么样 反正我可以看到直播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会看到有的道场呢 当然不是说每一个道场都像西来寺 或者多人多人这么多 但是基本上的应该是 起码的各个道场的护法信徒 应该参加自己道场的共修法会 这个是我常常在提醒大家的 那么就是有几个道场 我看了人比较少 我就觉得是这个道场的信徒是不共修的吗 还是都去其他道场去共修呢 这个就不清楚 但是我总觉得 如果是我 有一句话讲叫 在一家保一家 虽然这句话其实不太通用 因为哪一家都是佛光山吗 只要是佛光山道场 当然都OK 或者你相应的道场 法门也都OK 但是如果 如果说我都是护持 我自己常做这个寺院 那么共修 我觉得是你要去帮这个寺院的法师 这个是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那大家看了之后 我想护法护法 你在地 你要护持 你所在的道场 我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那现在呢 说回来 今天在渥太华佛光山 其实2月6号 是提早举行见识祈福法会 这个我一定要再三强调 因为据我所知 有些信徒 他是到了 比如说最后一周之前 他才登记 他每一次都参加见识祈福法会 但是他就是在法会前才登记 那这次我就要提醒了 就这个月份 2月份的 因为配合我在纽约跟渥太华的行程 所以就提早了 这个是再一次提醒 那么今天就是渥太华佛光山 起见见识祈福法会 然后礼拜的是88佛鸿鸿宝灿 一个上午的时间 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呢 就是再来的星期六 也就是2月12号 然后接着13号 就是weekend 这个星期六日 那我们加拿大东岸 三个道场都在参加 所以我们的护法信徒 然后东岸有纽约 那中部呢 过去在达拉斯 那以前在旧金山 就这两个道场也有举行 那当然现在因为疫情 我就不确定 这个在旧金山跟在达拉斯 这边的情况如何 如果各位就近的话 应该都要询问一下 那肯定都有办的 那就是温哥华跟这个多伦多 然后洛杉矶的西来寺跟纽约 这个是我很很肯定的说 都有举办的 那么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呢 我们在东岸嘛 所以在多伦多佛光山 它就是这个星期六日 要举行供佛灾天法会 那其实我在现在讲 其实是有点抱歉 因为我应该要更早更早提醒 那据我所知 其实在多伦多这边 他们很希望就是 因为文书作业要处理 就是比如说 它有分 你是供养三宝席的 还是你是供养朱天席的 那功德款当然不一样 但是一样都是法会回向的功德 那只是说你按你个人的 不管是能力 或者是你可以参加 做哪一席的这个栽主 就有三宝席有朱天席 那么如果详细要看的话呢 是我们在说明栏里头 做了一个连结 你只要点进去看 它就有一张报名表格 那上面有很多资料 你是可以在这个网路上 直接就填写的 之后把它下载 然后再email到 比如说满地可的 当然就在满地可到场报名 然后沃泰华就在沃泰华报名 功德款呢 就是留在满地可跟沃泰华 那但是这些法务的资料呢 你报名的这些内容 报名的资料呢 就去到多伦多 所以我说多伦多的文书组 应该是很紧张了 就最后这几天了 所以其实他应该已经 希望是截止 但是大家如果很欢喜 要报名 就像到昨天 致印法师跟我说 我都没有在 早安佛光说明一下 还有人到昨天 都还在打电话在询问 我就觉得真是 所以说我们 其实不会没有话题 只有说来不及提醒 来不及讲的 那有很多了 我这边就排了几个 我都说哎呀 哪一个要先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 这个供佛在天法会是最靠近的 所以提醒大家 就这个星期六日了 那时间呢 就是各位 从那个资料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星期六呢 他有一共 就供佛在天五支箱 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半 大约大约大约拜下来 应该将近在十一点前后了 好 这两支箱从撒进 然后请圣 然后星期天早上有三支箱 那有做直播播出的呢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的呢 有这个后面两支箱 这三支箱呢 第一支箱早上九点 九点半吧 好 那么因为疫情啊 没有给信徒回来 所以这个 限贡的部分呢 就是由我们法师们 直接来限贡 那这个就没有做直播 然后到大家可以参与的呢 是星期天 就十三号早上十点半的 这个上贡 然后接下去就是送圣 然后就是听开示 这样 所以时间到结束呢 应该以往年来说 大概都在十二点四十五左右 就接近下午一点 所以这个时间性啊 就相别比较多 就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这个法会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供佛摘天啊 很明显 各位看 有供佛 有摘天 那我们是三宝弟子 那当然皈依三宝 供养三宝 所以这供佛 这个是理所当然应该要的 那这个供诸天是什么呢 其实呢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他还是一样要尊重 中国传统 就本有的一些文化 那么从这个 在民间啊 有这个 就是要拜天啊 要喂 他大部分会安排在 农历正月 初八的晚上 然后跨到初九的早上 这样 那这个正月初九 是玉皇大帝的生日 所以在这里呢 就要拜天公 这个是在中国民间 这种传统的做法 就是要拜天公 那祈求 这个玉皇大帝 他掌管 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人世间的 这些 福德啊 赐予给予保佑啊 种种 这些 就是你能够所求满运等等 就是要祈求 这个玉皇大帝 要赐福人间啊 多家的护佑人间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 我们也不会说 我就供诸天 诸天也是归依佛 也是归依三宝的嘛 所以你在供诸天之前 一定就是先供三宝 那供天也不是只有一位玉皇大帝 那么不是只有一位一个天神 而是所有的 这个护佑人间的所有的天神 那一共呢 就有二十八个席位 包含他们的眷属 他们的随从 都一起供养 那这是非常盛大的哦 所以这个可以讲 就是佛教界最大的感恩法会 这个西方国家呢 不是有叫感恩节吗 Thanksgiving 感谢你给予的一切 叫Thanksgiving感恩节 那供佛摘天法会呢 其实是感谢所有 包含就是感谢三宝的护佑 感谢护法龙天 所有天神的护佑 那对我们凡间来说 怎么去感谢呢 很多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讲说 这么刚刚好 哎呀 So lucky 好幸运啊 这个广东话讲得好醜呀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想不是好醜呀 不是那么刚好 不是那么恰巧幸运啊 这些 其实还是要感谢 真的无形之中 明明中啦 很多的护法善神 其实也是怜悯我们一点 我们只是很单纯的发心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有好心 想为人帮助人 就是这么一点好心 他们就来护佑 所以讲起来真的是很惭愧的 所以就想着一年之中 心中常怀感恩 随时都在感恩 但是就是借着民间的 本来就是中国民间的一个 拜天公的习俗 对于这个地诗天要感谢 那我们把它扩大了 在做法上 在意义上都把它扩大了 就是礼敬感恩 所有的护法龙天 天神天将感谢 然后当然就要感谢 要供养他们之前 我们先供养三宝 所以这个用意 就意义所在 就从这里来 那各位如果您参加 你可以随起参加 你说我都没有报名 你到时候你只要 这个连结啊 上网啊 就上线了 你一样可以跟着法会进行 一样可以表达你感谢的心意 你不一定参加做栽主 如果你要参加做栽主 当然就要有你的资料嘛 才说你去看那个连结 它有一个什么登记表格 你去写 但是如果你要登记的话 我说了 我这有点心虚 是我要去组法 但是呢 我们早安佛光 我觉得排定好多要讲啊 到现在讲 其实他们的文书作业呢 应该他们理论上 希望是已经截止 但是我希望 应该不至于把 后面我们就有人在登记 应该也还是会收 只是要辛苦他们 又要赶紧的 赶快要写 那么就是 如果你要登记就在做 就麻烦各位 这是我们早安佛光 我想这个法务 满龙法师应该也不至于 见怪我 说都要截止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推广 去说啊 我也觉得 我没有说 好像我没有 赞尽职责 没有告知的 这个职责也不好 那所以了 我还是讲 但是请各位 你可以的话 今天星期天 你看到了 你就这两天 要报名的赶快吧 那再往后 我就不好意思讲了 总是这两天 会比较好了 好 那么这个是在 供佛 摘天法会 这个 我应该要赶快 跟大家提醒的 这个 这个资讯 先跟大家讲 那 报名的事情 这个我比较 紧张一点 至于其他的 有很多的典故 或者说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经过很多的感应 那在过后 几天在法会前 我还有机会 在讲的 那今天还有后面 一点点时间 其实我想请大家 欣赏一下 我在这两天 从照欧洲 欧洲的 绝宴法师 他常常有些好的 这个讯息 他也会寄给我 他也跟我讲 在哪里 很多我们的 这个 早安佛光的观众朋友们 来自欧洲 各地 那 所以他有些讯息给我 我看的时候 哇 真的是 太赞叹了 本来呢 这2月4号 那天是 立春 那也是 在 就是中国 这个 叫冬季的奥运会 冬奥会 举办 这个中间呢 当然我 我没有看到 全部的那个 开幕仪式 那比赛成绩 这两天也在忙 也没有说 刻意特别 可以追着这样看 但是就是看到 新闻报道 也有那么一点片段 就那么一点片段呢 已经非常感动了 感动什么呢 那就是那一份心 张艺谋 这位先生 当然他导演的影片 那不用讲 都是国际级的了 那这一次的 这个开幕仪式 仍然由他 来整 总策划 来带领 我就觉得 哇 这真的是 把中国文化 带到国际的那种 我就是一种 世界性的美感 你不管你是哪一国人 你看到都要感动吧 你就不懂 就算不懂 24节令是什么呀 而现在表现的是什么 呈现什么 你就不懂 他的文化背景 你光看到美 都应该深受感动 我在想 这个天地之间 因为今天我们讲 共佛在天 天神他们为什么会 护佑我们呢 我们凭什么 让他们来护佑 我觉得我们人间 就有那么一点善 那么一点美 应该也是 会感动他们吧 那就是我们来看 也觉得 真是深受感动 那深深觉得 中华五千年的 这种文化底蕴 能够有像张导演 这样子的智慧 去把它呈现出来 我都觉得 哎呀 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再加上我说 绝艳法师呢 记得一个 那个叫抖音 上面有一位小姐 她说她在英国 然后她看了 之后她做了一个整理 我不知道她是 她个人整理 还是她依据什么 资料来整理 但不管怎么样 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一来 也只看片段 二来就算让我们看全部 我们都看不出 那样的深度 那样的细腻 所以我忍不住 我觉得打铁趁热 趁这样 我刚刚看到很欢喜 所以今天录影呢 我想这个都是天地之间 有大美 大美在为我们说法 在感动我们 所以我就把这个抖音 请方圆把它剪 这个叫什么 剪辑下来 然后连接在今天 我们的早安佛光 最后这里 用这一份美的感动 美的用心 来呼应 共佛在天 这是天地之间的一种互动 其实人世间应该要多这些真善美 多这些令人心可以柔软 可以感动的这些元素 来分享 我们现在就 他讲话有点快 各位 我也是看了几次 真是真是惊叹 赞叹 好 所以各位请留意 往后接下来的这一段 视频的剪辑 请大家用心去呼应 去进入 去欣赏 去一起感动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昨天在英国 掐时差看冬奥会 中国是浪漫 拿捏得太精准了 第24届 开幕是2月4号 20点04分 中国对24分出场 以24节气作为倒计时 到最后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当天刚好历称 这是数字的浪漫 冰蓝水墨化为黄河之水 倾泻而来 河水成冰 铺满全场 冰雪五环破冰而出 小草蒲公英焰火 从绿到白 播种到绽放 网友说 春风如贵冰 一到就繁荣 这是异象的浪漫 冰五环左右 是各国语言写的欢迎 开幕是开头用法语 各国入场的时候 配了各大世界名曲 到最后歌唱祖国响起 亮起主兵国之红 这是永和的浪漫 还有在场外 开幕前 滑雪运动员离开新疆 慕名雪中骑马 宋剑而出征 白茫茫雪地上亮眼的 那几抹红 一瞬间让人热泪盈眶 这是真实的浪漫 永不凋谢的奥运之画 五万小时纯手工制成 玫瑰 月季 琳兰 绣球 月桂和橄榄 寓意着有爱 坚韧 幸福 团结 顺利与和平 还增加了一支蓝色波斯菊 寓意坚强 这是冬残奥会 细节的浪漫 愿以此新计划下 且将岁月寄山河 我永远折予这一份 中国式浪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